大家好,我是古科葛哲,来自安徽伯州,1992年出生,200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,201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如今已经是一名老党员了,希望竞选外科尔团职部书记。 2018年工作以来,我有幸成为外科尔党支部成员,古科党小组组长,三年以来多次参加议宅、科普等实践活动,有一定的工作经验。 我认为共青团员不仅仅是一种称号,而是一种责任与义务,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。 在今后的日子里,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共建外科尔团支部,追选团的章程,执行团的决议,旅行团员义务。 积极工作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为实现共团主义而奋斗。谢谢大家。 尊敬的各位领导,各位团员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来自四宾区的护士杨一帆。 首先,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支持,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竞选,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,发挥自己的能力。 参加这次竞选,我认为我有几下几点优势。 第一,我有丰富的团干经历。 在校期间,我曾担任校团委小生活全一部的干事,并多次获得优秀团员的称号。 在任职期间,我认真开展创新部门活动, 辅佐其他部门活动的举办,并积极参与上海科技馆志愿者、 小足球联赛志愿者等志愿者活动。 在这些活动中,我的策划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升。 第二,我有较高的政治素养,在共产主义信念的指引下, 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。 同时,我兴趣广泛,接受新事务能力强,勇于挑战新事务, 这有利于开拓新的团委工作。 第三,我有吃苦耐劳,踏实诚恳的工作作风, 将患者的健康为中心的信念作为护理目标, 将心比心,此行乐观的工作和生活态度。 这有利于倾听各位团员的心声,完成团员的愿望, 帮助解决实际团员困难。 如果我能当选团委委员, 我定当竭力辅佐团委书记的工作, 创新发展团员的活动,丰富团员生活。 谢谢大家。 哈喽,大家好,我是来自巴兵区浦兄外科的唐燕, 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次团委幻建选举活动。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, 自从入团以来, 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各类活动, 努力完成团交给的任务。 同时,我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 团组织使我正确地认识到世界观, 人生观,价值观。 如果这次可以荣幸的选举上,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团交给的每次任务。 希望大家可以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。 谢谢大家。 最后,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, 万事如意,身体健康。 大家好,我是来自明尿外科的张文宜。 首先,我要感谢各位领导, 给我这个展示自我的机会, 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锻炼和提升自我的平台, 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 我认为新的工作环境又有吸引力和挑战性, 我就愿意学习到新的知识, 开阔新的视野, 挖掘新的潜力, 挑战与机遇并存, 压力与动力并存, 本次进学新岗位, 目的是锻炼自己, 提高自身综合素养, 从而更好为医院未来服务。 第二,我认为我具备这个职位所需的政治素养和个人素质。 首先,我是一名优秀的团员, 在思想上, 积极贴近党组织, 在工作上, 我具有较强的工作精神, 工作认真负责, 请分好选。 其次,我思维活跃, 接受新事务的能力较强, 相信自己有勇气接受挑战, 锐意进取,精神饱满。 这将有利于开阔新的工作面。 总之,不管怎样, 我都会用同样年轻的心态。 面对挑战, 积极生活, 如果我有幸运的选举, 我会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, 做好本职工作。 同时, 我接近的支持团委领导和上级领导, 坚持实施求是, 不断探索创新与时俱进, 做好细致全面的工作, 确保工作得到落实。 我知道, 再多怀疑的语言只是一瞬间的激情和智慧, 只有行动才可以开辟成功之路。 最后我想说, 我非常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份职务,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。 尊敬的各位领导, 各位老师, 大家好, 我是来自石榴璧的陈中伟, 非常荣幸参加此次的竞选。 在学校期间曾经为学校组织部工作过, 这些工作经历让我留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参加此次的竞选。 如若承蒙各位的信任和支持, 我有幸当选的话, 我将感激万分, 并将此化为不尽的动力,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, 大胆务实, 勇于创新, 绝不会盲目从事要有计划的工作, 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, 不惯能完善自己。 俗话说, 没有最好, 只有更好。 我相信在领导的指引和同事的支持之下, 会让我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。 正是我今日的承诺, 行动会证明一切。 如果当选的话, 定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, 实现今日的诺言, 也诚心希望今日在座的各位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进行监督。 大家好, 我是叶欣, 很高兴参加这次团委换届活动。 我将立足本职认真推进团组织工作与上级团委精神保持一致, 切实为青年人做好服务。 在今后的工作中, 我将以更加务实的态度, 更加扎实的做分,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,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当代青年人的分彩。 谢谢大家。